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平常的六月 但也是一个不平常的六月 对于你们而言 这是一场能够改变一生航向的考试 它会决定你们去往哪里 遇见什么样的人 甚至直接决定了 你们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过什么样的生活 但是高考前一天的早晨集合的时候 它却这样对我们说 高考很重要 但高考也只是一个过程 就像历史 每一件事既是一段路的终点 同样也是一段路的起点 放松心态去迎接属于你的最好安排 全力以赴 久无悔此刻 后来 我逐渐明白了它说的话 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不止一次高考 而当我们每一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都不必去担忧还未发生的未来 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件事 为每一个当下全力以赴 这就足够了 只要已经为此全力以赴 那么走出考场的时候 记得给自己一个轻松的笑容 因为就像周国平老先生说的 世上有一样东西 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忠诚于你 那就是你的经历 你在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 它们仅仅属于你 不能转让给任何人 只要你珍惜 这会是你最可靠的财富 无人能够夺走 任何经历 都只是漫长人生中的一个驿站 无论经历是好是坏 只要你没有放弃自己 那就可以从好事中看到幸运 从坏事中得到反思 所有杀不死你的 最终都会使你变得更加强大 全力去追寻 然后坦然去接受 你就已经是生活的成功者 做电台这么多年 我在后台 收到过很多很多的倾诉 我也逐渐发现 并且接受 每个人这一生 在不同的阶段 都有避不开的艰难 无一例外 上学有上学的烦恼 工作有工作的压力 家庭有家庭的责任 感情有感情的得失 但当面对这些沮丧和困顿的时候 我都希望你 能思考一下何炯说的这段话 要得到 你就必须要付出 要付出 你还要学会坚持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 那你就放弃 但是你放弃了 就不要抱怨 人生就是这样 世界真的是平衡的 每个人 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决定自己生活的样子 所以其实外界的声音 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你自己心里的想法 七景年说 我们这一生 一定要有最朴素的生活 与最遥远的梦想 即使明日天寒地冻 路远马亡 你的一生 不是由一件事 一支笔 一张考卷决定的 能够决定你未来的 永远只有今天的你 在每一个当下 全力以赴 这就是最好的时光里 最好的安排 也许 尚未配妥见 转眼便江湖 但愿 历尽万千番 归来 仍少年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